哈喽大家好,我是幽灵 欢迎来到全面战争模拟器 鉴于大家对三国系列人物的喜爱 我又捏了一款东吴名将陆迅·陆薄言 当然这款人物是按照《无双大蛇3》里面的版本来捏的 造型方面根据现有的素材也是尽量的去还原了 在游戏中,陆迅手持双剑 刚好巫师长剑非常符合武器的标准 所以换了一下配色,拿起来还是非常好看的 发型方面依旧是使用多素材来叠加 服饰搭配除了燕尾不好还原 短袖和手套可以翻翻素材,也能搭配起来 下半身选择合适的裤型和鞋子,改掉颜色就OK了 技能方面,在游戏中陆迅连击时是带有残影效果的 所以我这里必须要加上分身技能 由于陆迅是敏捷型的角色,攻速贼快 再给他加上一个闪现技能 被动技能一个弹反一个闪避 剑尸格挡也是必须添加的 不然搏杀就没有感觉了 冲刺技能也要带上 这样开局就可以瞬间杀入敌阵 不易摔倒的技能可以更好的掌控格挡效果 数值方面血量5000,伤害2倍 攻速和移动速度都是3倍 刚刚看到的是普通的版本 现在还有一个觉醒的版本 由于技能素材也是有限 无法还原无双技能 所以这里我就发挥想象力 自由的去编辑一些技能 觉醒版本的技能添加了一个神龙拳 神龙拳的技能效果 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杀伤力和特效都非常的nice 然后再设置一个火焰法阵 作为终极大招 技能名为火烧联营 下面咱们就去看一下 觉醒版本的效果演示 咱们首先布置100多名士兵 来玩一下没有大招的版本 搭配了神龙拳的技能以后 更加符合了无双割草的感觉 清理小兵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现在蓝方也是增加了一些兵力 让他们来体验一下火烧联营的感觉 一道火墙就这样形成了 对方被蓝腰切断 在高速移动攻击的模式下 对方的大佬也是挡不住的 咱们有分身技能 闪现技能 还有神龙拳 即使在血量不足的情况下 咱们还可以开启愤怒模式 变成龙卷风不停的用闪现在攻击最后一名数据人 OK 那么咱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 只要灵感不断电 咱们就继续捏这个系列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会